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本人的身高差不多吧 但一个人他自身的身高 这就是一个人遇上巨来的通声车 还有呢 在平时这些的时候 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去量一量 这个鞋子的长度够不够 到够多少了 这个鞋子不知道了 这个鞋子就完成了 寻 承量自己从头到脚的高度 等我们在鞋子的时候呢 这里把小专人那样的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夹果盆里面 第一种鞋子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表示水胶的或者粥在那地方的鞋 就是自己的鞋 这个地方是一只手 这个地方也是一只手 那这两个手张开 就量这个鞋子的长度 交过分第二款的鞋 就这个鞋子呢 鞋子的那样子比较细致一些 这个鞋比较粗糙一些 这个滑温 这里面的滑温呢比较细 这有好多个滑温 这里面的滑温就比较少 它也是两只手 把这两个手手臂张开 量这个鞋子的长度 这个纸在交过分里面 它底线可能 它量的是一个 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条缩线 你也可以不得看成是一条鞋 也可以是其他的物体 它就测量这个物体的长度 这两个是鞋 这个是表示某种物体的长度 经文里面的鞋方呢 第一款 它是用两条线 再一条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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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来比较少 手来测量长度 它底下呢 还又加了一个手 所以这个字啊 没有那个 照片里面剪 这经文第二款里面呢 它写得近 把这个长度的带位呢 把这个长度的带位呢 写得这样 某个物体的长度 这个地方呢 写了两个手 一个手呢 写得这样 还有一个手呢 写到下面去 这个地方呢 写了这样的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 相当于公司车一样的 所以这个里面 表示乘量一个人 从头到架的高度 小钻的鞋 现在这样 绿树里面 它就把那个小钻里面 表示人的头发的那个线片 去掉了 看现在这样 所以这个字 它在开数里面 它就写着这样一个字 开始 写这个字 它的本意 就是展开双臂 差两个脊的长度 这个字的 它的意思呢 这个本意呢 它就源于古温 所以呢 又表示有寻找的意思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